來 觀眾朋友來聚焦的是 美國的奧克拉荷馬州通報 新冠肺炎數量是激增 但是總統川普的競選連任造勢大會 確實在當地勢在必行 可能會成為全美三個月以來最大的集會 工會的專家就擔心了 這會成為病毒的超級傳播大會嗎 更多的分析交給得看 好的 謝謝新話 其實我們真的要關心 這一場可能會有百萬人 川普自己說會有百萬人參加的造勢大會 怎麼說呢 其實這場造勢大會 不但時間地點敏感 而且這個集會的方式也很敏感 川普昨天和奧克拉荷馬州 這邊再度的確認過之後 非常高興的對媒體宣布 大概會有百萬人 前所未有的規模的人數 來參加我的這個造勢大會 而且現在真的有很多狂粉 已經在當地排隊 要搶買這個造勢大會的票 不過其實這些狂粉相信的 還蠻匪夷所思的 有人相信這只是流感 有人相信這瘟疫根本是一場騙局 目的就是要擊敗川普的連任 而更可怕的是呢 這個地方還蠻敏感的 為什麼奧克拉荷馬市的 Tosa這個地方曾經發生過 這個所謂的種族屠殺 其實時間很敏感 是因為現在就是六月節黑奴解放日 對美國的非裔人士來說 這是一個他們紀念自由的日子 而在1921年呢 在奧克拉荷馬州的 Tosa市這個地方 格林伍德區發生過了 白人暴民衝進富裕的黑人社區 結果在這邊發生了大亂鬥 殺掉300多位美國非裔人士 這樣慘重的流血事件 因此呢 許多人來到這裡 其實勢必是面對到 種族上的衝突 也會有人不歡迎他們 而且更糟糕的是 Tosa最近呢 新確診人數還創下96人 等於是一個新的記錄 公衛專家非常非常擔心 雖然奧克拉荷馬的市長說呢 其實我們現在的病床數 還是夠的啦 但是還是有非常多的人 非常的擔心 這次的造勢 而令人更擔心的是 川普其實完全沒有心管 這個防疫工作 一心只在專注他的連任 昨天他在白宮還會見了 另外一州 像是共和黨的 內布拉斯加州的州長 兩個人呢 求坐過來坐過去 相談甚歡 州長說 謝謝總統你簽的 這個貿易協定 中國人買了很多 我們的美國農產品 不過後來氣氛就不太好 我們來看影片 幾個月 但是您賺了 但是您並且有提供 貼一貼貼的 中央來購入 中國人 例子 證明 它給了一塊 大利用 我們想要求 我們得到這些 可不得出 責任 而且他們貼購 很多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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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场面其实很尴尬 后来川普也没有回答 最后他还低头发推文 就这样他发的推文是什么呢 其实跟昨天美国的贸易代表 主谈者在国会作证有关 他说其实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还是有可能继续的 贸易可能还是有继续走下去的可能 但是后来川普昨天发的推文 就是有一点点打脸 他说这并不是我们贸易代表的错 但是我可能没有讲清楚 我们还是保留了 与中国的贸易脱钩这个选项 也就是要在选民之前 再度表达他对中国 硬起来的这个立场 当然很多人担心的就是 川普其实根本没有在想国民的安全 一心就是在想连任 不过不给川普面子的除了出书的前国安顾问之外 还有更多 比如说脸书 最近呢总统和副总统 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潘斯的脸书上 都出现了这个希望大家反对极端团体的这个广告 不过呢因为他们用了这个符号 是跟纳粹有关的红色倒三角 于是脸书就很不给面子把这些贴文都删了 而更糟糕的是呢 波顿的新书余波荡漾 包括呢他指出 川普曾经很喜欢跟这些 有独裁倾向的各国领导人交友 曾经还主动放人情给土耳其的总统说 你们国家企业在美国被诉讼的事情 我会处理好的 而波顿爆料更猛就是呢 其实川普对于国际情势 知道的可能没有比你我多 波顿说川普其实非常的不适任 因为他根本不晓得 芬兰布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也不晓得英国有何物 很多人听到这边就开始很担心了 那这种人要继续做总统吗 其实有12位的前任的官员 包括他曾经用过的国防部长 幕僚长国安顾问等等 都出来跳出来声明说 他们真的根据他们的观察 川普是不适任的 而且呢领导没有原则 他所有的重心现在都放在连任上 但是最近川普的眼中最大的钉子 还是波顿 昨天呢前国安顾问波顿 又接受了美国媒体的访问 出品能处分析 '几个友谈包 I don't think he's fit for office. I don't think he has the competence to carry out the job. There really isn't any guiding principle that I was able to discern other than what's good for Donald Trump's reelection. You say that you were astonished by what you saw, a president for whom getting reelected was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ed, even if it meant endangering or weakening the nation? Well I think he was so focused on the reelection that longer term considerations fell by the wayside. So if he thought he could get a photo opportunity with Kim Jong-un at the demilitarized zone in Korea, there was considerable emphasis on the photo opportunity and the press reaction to it, and little or no focus on what such meetings did for the bargaining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